家有珍爱香满亭 宜亲传承和家月 大家平安 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 希望一月的香气 常漂泊在你与所爱的家人身边 你天国的WiFi有开吗? 前些日子开着我的爱车 前往真耶稣教会南澳教会协助圣工 开着开着发现我的导航错乱 明明走在苏花改上 但是车载系统的卫星导航 却看不到这条路 车载系统一直叫我 请立刻回转 但就是没有可以回转的路 只见代表车子的图像 在荧幕上山中漂浮 围城一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 心中很是不安 因苏花改2019年底才通车 可能资讯还太新吧 回到家里 向车载系统官网看一下 更新系统资讯 表示最新投资还没有上架 只好打电话问客服 等了六个月 终于通知我回原厂更新卫星导航最新投资 爱车才再度可供我尽情驰骋在任何道路 人生也是如此 导航很重要 特别是通往天国的投资 耶稣曾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本身就有如天国的图资 他的话就是人生的正确方向 但是人的记忆有限 一时之间学不了全套天国的规范 必须定时更新 问题是我们的WiFi有没有时时打开 连上天国的WiFi 路加福音16章有记载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有一个财主 他的门口常常有一位乞丐 有趣的是 财主没有姓名 在主的面前 有钱有事不是重要的 乞丐却有名字叫拉撒路 故事记载 没有名字的财主风光一生 死了 乞丐拉撒路悲惨的一生 也死了 不同的是 神纪念有名字的乞丐 在乐园享平安与福气 反而那位在世富贵的财主 再怎么快活也仅是短暂的人生 死后到阴间 有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 两个人一样结束人生之后 在阴间的财主后悔了 但后悔得太晚 他请求祖宗亚伯拉罕差派人 警告他尚在人间搞不清楚状况 还在做糊涂事 只知享乐的兄弟们赶快醒悟过来 但是亚伯拉罕回应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这里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指着圣经 意思是他们可以自行上线 连上网站 更新通往天国图资 人的一生若不认识真神耶稣基督 就找不到道路 真理 生命 即使认识了耶稣 也要实时打开天国的WiFi 借着圣灵对圣经道理的启示 可使我们不断修正自己的脚步 今日许多世人 我心我素 过自以为是的人生 有如故事中的财主一样 在世对于天国的WiFi 都处于飞航模式 只专注眼前的享乐 对天国的WiFi 连线一直处于No Signal 最后导航系统当然出问题 价值观 因为图资错误 或根本没图 结果让他的导航导向阴间 因为条条大路通阴间 而通天国的是载路 乞丐拉萨路虽然在世看似悲惨 但故事中没看见他一句怨言 想必天国的WiFi接收器 一直讯号良好 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喜乐 一直帮他修正导向天国的正确道路 正如今天的许多电子产品 也是需要不断连线定时 update 更新 才能保持最佳状态 甚至性能提升 每日读圣经 思考神的话语 常常祷告 让圣灵跟我们说说话 都是连上天国WiFi的方法 连上之后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去思考 要去感动 要被扎心 要有改变 然后越更新 越快乐 你有找到天国的WiFi吗 打开了吗 连线了吗 有时时开着吗 我很快乐 你呢 与您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内容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 祝您与所爱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